那个突然间我家IT男看我那个眼神 他就懂勇瞅见期间就是下反了你知道吗 又是一期纯聊天的视频 最近就是我跟几个小粉丝在那个私信里面互动聊了聊天啊 就是我发现现在大家很多的大学生都普遍处在一个非常焦虑和迷茫的状态 是不是呢 那我在和大家聊的时候我就仔细的回忆 努力的回忆我自己上大学的时候我焦虑不焦虑来着迷茫不迷茫来着 就是真是恍若隔世啊可能过去太久了 但是我真想不起来我当时有你说也焦虑也迷茫 确实人人都有对吧 但是有那么焦虑那么迷茫吗 好像真没有来着 就是我印象当中我上大学的时候都可忙了 一天都把脚打后脑勺的就是可多事了 就是所以啊我在这跟大家聊聊我自己的人生经验分享给你 就是你与其跟那焦虑和迷茫咱就活在当下 多学点东西是正要拉紧的 不过你不要觉得我这一老受就劝你多学点东西 好像一出道学点什么东西就像那种同学粮椎刺骨的 不是啊我给你讲 我给你分享一下我上大学的时候学点啥 我去学跳国标舞 我去学着喝茶去学茶艺 然后后来我上研究生的时候不是正好那年08年那个北京奥运会 我就当志愿者当学生干部 哇那踢一天到晚可忙了 但是实际上这些学习的东西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 我先跟你说说我学的这些内容 这个我首先第一个我当时去学那个国标舞 就我为什么学这玩呢 跟我本招业也没什么关系啊 就是我当时住的那个宿舍 我们宿舍的再往里边一点 它是那好几个宿舍是人家艺术学院舞蹈系的女生 哇天哪你都不知道 人家那个像天蝎一样的女孩子对吧 我们共用一个水房 人家在水房天天看到人家舞蹈系的就是 把那个腿啊往那个水池上巴搭那么一搭 然后压着腿 然后这边拿来洗衣服 哇我天天就看仙女一样 觉得天哪好好看呀 这我也很想自己有那样的技巧 可是就我现在学估计太晚了点了吧 哎我可以看那学校有报那个选修课 然后都有那个体育类的吗 哎就有一门课就是那个国标舞 于是我就开心的去报了 哇呀一跳就发现我很喜欢跳 天哪我当时你知道我都跳成什么样了吗 我都跳成我们国标舞老师的助教了 而且当时这个师大也是个挺老派的这个学校啊 那这个每周五和六的晚上在教工食堂有舞会 那不吹牛 那真是师大舞会一支花呢 我在那跳舞的时候 那是随便什么人想请我跳舞都能跟他跳的吗 对吧 想起来自己的风云岁月啊 然后后来 虽然现在也不怎么跳舞了 但是以后这个跳舞怎么配上用场的 我待会再跟你说啊 然后接下来那个茶艺 茶艺就是也是莫名其妙的突然开始感兴趣 然后就去 先是在书书馆借了一大堆书 然后发现了看纸上得来终觉浅 我就跑了一个地方去找了一个茶艺培训的机构 叫现在我不知道北京有没有了 那个机构培训的茶艺 其实培训的很好 叫太原方 老早以前在那个南理事路那块 后来好像去 后来是搬到那个 就是护博寺那条街上 不夸张的讲啊 小苗老师那个茶艺 那是专业级别的 我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颁发的 高级茶艺师证书的人呀 所以你看又学这个 到大研究生的时候 就去当什么志愿者 说一天到晚可嗨了 玩得可高兴 当时其实我做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也压根都没有想 它能对我未来有什么用处 但实际上真的 就是我的人生经历 就是他们都派上用场了 怎么派上用场的 就首先第一个就找工作 就是找工作 我觉得现在想想有点随机啊 当时是我硕士毕业找工作的时候 等到整个试讲一轮一轮过去之后 再往后就见那个 最后一轮就见校长了 我当时跟校长聊的时候 其实校长的面试 不是他问你什么专业问题 校长面试就纯聊啊 真纯聊 然后校长就问我 就是说你这个 就平常有什么业余爱好什么的呀 那我就说呀 我说我跳舞 那你这个我吹牛 我跳得老花 然后那个还有这个喝茶茶艺什么的 我都有资格证书的 哇你知道 校长当时眼就亮了 说哎很好呀 说你这来我们学校 这你你一个人就能开出两门选修课来 很好很好 来吧来吧 明天过来三号协议带来签了吧 当时就拍板就签了 对吧 哎呀我就很高兴 也找到工作了 然后来那个 呃这个这个 还有一件事情 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 就是你看我跳舞这个事儿 虽然工作以后一来就忙了 就是没什么时间去了 二来就是 你知道吗 我就是认识IT男以后啊 我家这个IT男可小心眼了 他自己不会跳 然后呢 他就不让我跟别人跳 所以反正我这舞蹈也就荒废了 但是啊 这个东西 他在留在你身上的这些个 这种感觉 最基本的对这种 对吧 身体的这种美感的这种协调性 我觉得其实是起作用的 我有自己参加那个 就是就是你叫什么 呃青年教师 什么基本功大赛什么的 对吧 你知道当然 你就讲课嘛 讲大概有一个小段 十分钟 然后这个讲完了以后 这个评委们点评 然后你也知道一个 点评的这个基本顺序 对吧 啊 先是其他的这些评委们点评 然后最后是 坐在正中的C位评委点评 结果人家C位评委点评的时候 当然其他评委说的 全都是讲课的安排啊 什么内容啊 对吧 人家C位评委说 他说 哎呀 你知道吗 我看到了这一位韩老师 哎呀 我心里在想什么嘛 就是你看我们说 这个青年教师的基本功 什么什么的 怎么就没有人 这个点评过 这个教资教态的问题啊 你看我们这个年轻的女老师 啊 我们往讲台上一站 哎呀 这个举手投足 啊 我们的这个 你知道 他搞得我都有点脸红 你知道吗 我的课讲了十分钟 人家这个C位评委就是关于教资教态的这个事情 说了能有一刻钟 那于是你知道吗 这C位评委 人家都对吧 这么 那我不就得奖了吗 你看这也是对我人生的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收获 再有就是比如说像那个 还有喝茶这个事情 我当时刚刚认识我家IT男那段时间 我俩还没开始谈恋爱呢 就我家IT男吧 他一狗IT的 但是啊 人家小的时候看过电视剧 老早以前我不记得90年代 2000年初什么 有个电视剧叫天道 就王志文演的那个 对吧 他就看过那电视剧 那个电视剧里面王志文就两个爱好 一个是听那个交响乐 听那个 你就能玩那个音响 然后还有第二个爱好就是喝茶嘛 所以这两个 这个年少时候看过的电视剧 在我家IT男的心里面埋下了种子 到现在都是玩玩音响 自己交响乐听不懂记者 我当然特别喜欢音响这东西 剩下喝茶也是自己搞了那么一套 对吧 但是怎么喝 喝什么茶怎么话也不会 我刚认识他的时候 我就给他一顿科普 对吧 一顿这个讲述之后 你知道不夸张的说 那个突然间我家IT男看我那个眼神 他就董勇丑见七千女下凡了 你知道吗 所以你看 这个很大一部分程度上 帮助我搞定了终身大事 所以你看就是 我自己人生经验啊 一点没有参加的这样的一些故事 小故事小经历 就是我觉得你自己的这种焦虑啊 慌张啊 其实可以大量的用一些学习的过程来填补 就是填补的时候 你也不要那么有势力心的 觉得说我学的这东西将来 要对我的人生有什么帮助啊 不一定的 因为你现在你看什么 你能预测到未来呢 但实际上我的感觉就是 其实不管你学什么 做什么 忙活什么 将来总有一天 总有一个机会 能给你非常非常巧妙的一脚助力的 喵